這位姐姐呢,一路走過去啊,快不快啊 她有綠燈,橫過啊,你看啊,死了沒有 這個東西,一路走過去啊,你看啊 還要走馬路啊,你看啊,你看啊 你看啊,你看啊,你看啊,你看啊 這樣啊,你一文化,你看啊 大家都看到的,行李行李箱呢 有輪胎那些呢,有鋰電池那些 其實究竟是有沒有安全性的問題 眾所周知,你行李行李箱裡面 安座有鋰電池,有輪胎那些呢 行李行李箱呢,基本上呢,是用來扔的 在機場,扔完整,可能真的沒什麼事啊 可能回到家裡的電池,已經是受傷了 突然間起火呢,這些這樣的設計 其實呢,是誰有人想出來的 你看很多,好像國內那些也是的 她拿著那個行李箱呢,在彌敦道啊,旺角啊 不停在那裡,馬路又走又有 我今天看到馬路走,她在馬路走 一個呢,就是在車路走過馬線又坐著她 這些行李箱的危險性呢,因為 可以扔掉嘛,有機會會著火,撞爛了 是吧,那你看到的,這些行李箱呢 有個危險性的嘛 如果電池一旦損傷的,它不是即時損傷的 它慢慢損傷的時候呢,你就變了 有機會會著火你電池,是吧 那你行李箱裏的,裝你電池 因為呢,它的容量都不小 因為它要載著人走嘛 你的電池的力量都挺大的 你看一下這個危險性,在那裡大家看看 希望大家關注一下這一件事件 不要亂買這些這樣的行李箱 多謝,拜拜 拜拜